很傻 不傻不傻不傻 现在是傍晚10点半 天都已经有点暗下来了 嗨大家好我是Ella 我现在呢出门去超市买点那个维生素C 家里因为维生素C之前吃完了也没有买 然后我已经两天没什么胃口吃东西了 我觉得我就疯狂的想喝那个维生素C 然后呢还想吃那个酸辣汤 我老公呢本来呢说要给我交份外卖的 但是我先想我们坐在这种线下地方 中餐馆哪里有也不知道 然后可能送份烧腊汤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我说我自己到附近超市去买点金针菇就行了 我家里别的材料都有了 因为烧腊汤有些东西可能也感冒不方便喝嘛 那个辣的什么我可能也就不放了 我就自己把它改良一下吧 改良版烧腊汤 我现在睡了一觉了嘛刚刚起床 我说我出门买东西了 他说哎哟他说你不要出门了 他说我帮你去买吧 我说四点多钟你都还没有下班 等你下班再去买要到什么时候呀 我说算了我自己去买 他现在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以前呢就是没有口罩那个问题的时候呢 一个礼拜五天呢 他就有时候是在公司上班 有几天在公司上班 有几天呢是在家里上班这样子 现在呢就差不多跟以前一样吧 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去公司这样子 好了我现在出门了 现在天又暗了很多了 哎人在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妈妈 我都打算明年过完年春天的时候 看看情况下叫我妈过来 我可能这几天胃吃凉掉了 特别都想吃那种 这种酸的辣的东西 但是其实就不能吃 我相信我们人体是个很聪明的机器 就是你身体里面缺什么呢 他又会特别想吃什么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哇以前在中国的时候都好便宜的 这边价格这么贵 我在美国还没有买过这个评估呢 大家来看看这个金针钩的价格 我简直下不了手啊 150克 哦三两 哦它是有机的 怪我这么贵 拿一点零食吧 我想想我还是买一盒大 这个五块钱的这个吧 他都买一盒 这个给我自己吃 不给小孩吃 我去超市里面才逛了十分钟 天就完全可以下来了 现在我自己来一包 这个是这一块 我不好拿了一点 哇 这还挺大一盒的 我现在赶紧先喝一包 我应该用个玻璃杯的 玻璃杯家里都用完了 没洗 老公 你过来帮我切菜吧 我准备拿这个柠檬油不搬醋 因为咳嗽也不方便吃醋 我就拿这个新鲜火腿 代替那种猪肉 放在那个酸辣糖里面 可能是切鸡肉切的 我觉得 我用这个切鸡肉 是我 这个刀切鸡肉很好切了 我等一下拿柠檬汁 然后呢 再放一点点酱油 假装是醋 假装是醋 今天碗我没有切即时洗 搞得现在都没有碗用了 这锅水我等会烧起来就准备焯一下豆腐 去一下那个豆腥味 然后放一点盐下去 这个筋鸡肉可贵了 超过这个盐水的豆腐呢 它就比较紧实不容易散的一下 它就比较紧实不容易散的一下 超过这个盐水的豆腐呢 我爹地切的胡萝卜是好细啊 我是没这个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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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萝卜是好香 我快捞不起来 老公多切 油 油 我放点鸡汤下去 好 你走开 那碳头好喝一点 我可能年都不用饭了 这个火腿本身又有咸味 然后鸡汤又有一点点咸味 胡椒粉我就不饭了 我就让他们自己放在自己的碗里面 孩子可能吃不了那个白胡椒粉 豆腐太多了 把这柠檬汁倒下去 放一点点酱油 这样就有点颜色 再烧点香菜就搞定了 灵魂香菜放下去 我来盛了一个大碗 妈咩咩咩咩咩 我们一起喝 妈咩给你盛一碗好不好 嗯 这个白胡椒味道很重的 你啥那么多 可以 这么大碗 这个好开胃的 爱得你喝吗 妈妈 你还说去打包呢 外面肯定没有我们料头 不拿不拿 弟弟 吃饭吃饭 我们不看电视 弟弟 妈咩要看 不看不看 妈咩要看 弟弟已经逗你了 不能看 先吃饭 OK 妈咩吃饭 妈咩 妈咩 不看不看 不看电视 我们吃饭 我们吃饭 不看电视 妈咩 妈咩 好了 我们吃饭了 今天视频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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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不看不看 嗯